原产地中国 中国的草莓好吃吗 如果10分买分的话 你给妈妈打几分 10分最高哦 我小的时候家里是住在有院子的小房子 我们家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后院 然后呢在后院我妈妈给我种了一院子的草莓 早上一睁开眼睛就会自己拿一个小铁盆 去园子里面自己摘草莓 寒天住那样的房子都是那种叶湖式的 所以我的大小便都是在那个圆子里面解决的 这算不算是自给自足哦 连我的化肥都是我自己施的 悠悠来咯 还有爸爸和妈妈 悠然最近一只草子要吃草莓 现在的季节又是草莓 刚刚下来的季节又会 我就想出了一个方法 就是能不能买到冷冻草莓 悠然今天放学就直接来了那个珈乐 寻找我们冷冻草莓之旅 不知道能不能找到 那我们现在就去寻找我们的草莓咯 走出吧 找到了吗 这里冷冻草莓 售价179 产地直达 原产地中国 中国的草莓好吃吗 可以啊 那它要冷冻吗 好我们买到草莓了 如果大家也想买这种冷冻草莓的话 推荐大家快速的找到就是在这种冷冻 冰柜里 蔬菜区 哈喽我们到家了 我们在路上买了草莓 是不是很冰啊 很冰 下面我们要做冰糖草莓了 原料就是冷冻草莓一袋 还有红金冰糖 只是依稀的记得我的妈妈给我做过 先倒一点水进去 倒一些冰糖 我喜欢冰糖 喜欢吃甜的 开火 已经把草莓放进去了 放了半袋的样子 你看它马上颜色就变了 混音音的 我们下面就这样熬煮它 熬煮它是什么 超级简单的 我们等一下看出锅之后的效果吧 现在我要大火给它收支 因为幽童雪实在是太想吃了 差不多可以收锅了 出锅了 快打开看看 是我的草莓 已经冰镇了大概快一个小时了 对呀 它草莓这个糖都跟草莓火焦 会撒掉油软 好端下去吧 好香 都是草莓 都是草莓果酱味 草莓果酱味 这个草莓罐头做的还是可以吧 我先尝尝草莓果酱 好 酸的还是甜的 甜的 那你再尝一下草莓 难道我做失败了 难道我做失败了 我做失败了 不好吃了 就失败了 是因为你做这个草莓太酸了 放冰箱也太久了 放不疤了 你做失败了 草莓搭配果酱一起吃 不酸 这样是可以的对不对 我来尝一口 优人说太酸了 明明记得我放了很多的冰糖 怎么还会这么酸 给大家看一下 酸吗 不酸啊很甜啊 很酸 哇真的很好吃耶 我的妈呀我觉得 一只吃草莓看看 这只吃草莓看看酸不酸 有一点点只是微微酸而已 你给妈妈这个草莓罐头甜品打个分数 你觉得妈妈做的怎么样 如果十分满分的话 你给妈妈打几分 十分最高哦 一分 虽然我今天觉得挺很酸 你也太苛刻了吧 妈妈已经尽力给你完成了 是不是给我一个辛苦分哦 四十 四十个硬币 请你付钱吧 四十个硬币 对 成交 还算是成功的吧 既然你分蛋战还算成功 还算成功 谢谢你哦 咱们弄倒死了 谢谢这位顾客的肯定哦 话说悠然真的很喜欢吃草莓 在她还是婴儿时期的时候 我就已经在给她吃草莓了 小朋友有那种咬咬的 咬咬乐 我就把草莓果肉放进里面 我已经冬天在大湖连续采了三年的草莓了 每年草莓季的时候 幽爸都会带我和尤然去采草莓 我小的时候家里是住在有院子的小房子 我们家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后院 然后呢在后院我妈妈给我种了一院子的草莓 早上一睁开眼睛就会自己拿一个小铁盆 去园子里面自己摘草莓 寒天 租那样的房子都是那种叶湖式的 所以我的大小便都是在那个圆子里面解决的 这算不算是自给自足哦 连我的化肥都是我自己施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只是记忆中的草莓真的超级甜的 味道很浓很大颗又很甜很饱满 记忆中的草莓永远都是最好吃的 悠然前两天就一直在念 妈妈我好想吃草莓哦 可是就现在11月中旬嘛 太贵了就想出了这个办法 还好今天有在超市购买到这个冷冻草莓 当做甜品给小孩姐姐餐 还是可以的啦 如果说你也是一个草莓控的话 不妨也可以试着做一下微微的这种草莓甜品吧 那么今天我们的生活小分享就分享到这里啦 订阅我们点赞订阅 按一下小铃铛哦 好厉害哦 赞赞哦 拜拜 我是悠悠 大家喜欢我的话 跟着订阅和分享哦 拜拜 咪咪